我今天要講的是Open奇象資料 我們是為了下午餐晚生 我最近出一本書 天以為可哲風雨還蠻好玩的 很多人就是給我一些不一樣的想法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我們很困擾 在台灣如果你們各位做夢 夢到明天穩五度的話 是不違法的 然後你用一個國外的資料 說網路上發也不違法 那我呢 努力很好預報就違法 台灣有一個很微妙的叫氣象法 那氣象法呢 就是要有官司 它的定義啦 那我們最近找律師呢 發現這個律師覺得說 我們被壓榨了十幾年 都沒有改變 所以那個是律師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齁 我在推動Open Data當中 我就遇到一個情況 台灣呢 我們的政府官員在做決策的時候 都不看資料 到最後都用懶人包 大家都很懶 懶到最後呢 我們一般民眾團體要去討論的時候 到最後呢 都是會受到一些很奇怪的質疑就下來 我認為理想上呢 應該是用Data來做說明 所以我們其實在整個Open Data裡面呢 其實我們就遇到一個很有意思的這個觀點 就是大家對於Data 包含空污的話 那個Data的這個如何使用 都產生一些問題 那我氣象上的預測呢 老實說 不是 我不會 我不會有那種命理 老天不會給我Message說明天天氣怎麼樣 我完全是看科學 那因為這樣的東西在國外全部是Open 像這個各位常常看那個Winiti TV 其實它是Open Data 它就三個人 三個工程師來做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台灣有這個環境 因為我們面臨到全世界的氣象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好 現在連美國齁 川普當上總統 他的CEO那個 連那個NOA的署長都是Accuator Accuator就是各位手機如果是Android的話 裡面的氣象就是Accuator的 他在當美國的NOA署長 美國引發很大的震撼 而且美國呢 民間可以預報全世界的天氣了 那台灣呢 其實就遭遇到很大的一個問題啦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氣象可以再革新 因為現在呢 雖然我們用很多Data 但是我們是工人 我們是高級工人 就是看那個圖在預報天氣 我們希望做到人工智慧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下午會再提案 我們把所有的資料呢 我們掌握到的資料 能夠教大家 教大家 像這個是很貴的資料 EC的資料 這個德國的資料 然後這個全球現在免費可以抓的資料 我們希望來教大家怎麼去做使用 然後跟我們來合作 那我們也開放了一個資料 我們放到Bitquery上面 我們也會把那個 我們掌握到的空屋資料全部公開 像我們這一次呢 抓那個跨年的那個空屋 抓的還蠻不錯的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來參與我們 我們現在還遇到一些瓶頸 預報那個溫度 抱不準 像我們這次老子說 原來抱什麼6度 後來變5度 現在變4度 那個1度 其實我們還有一些挑戰的空間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一起來合作 因為我們這個未來 這個氣象模式預報會越來越細 細到說只有1公里 或是200公尺一個網格 那這裡面呢 我們就要希望說 更多人一起來參與我們 來能夠來進行一些革新改變的過程 那我們下午會跟大家做報告 謝謝 謝謝